蘇花改工程南澳道和平路段 因为汉本遗址考古挖掘范围扩大 资源有限 人力吃紧的中研院考古团队 进度出现落后 交通部公路总局 担心蘇花改通车承诺再度跳票 打算在105年初加入新考古团队 和中研院分别负责 台九县以西和以东的工作面 希望赶在预定时程 105年6月底前教父工程团队施工 整个的困难性 所以我们也同意他到 明年的105年的6月底之前 来交付给我们台九县以西的部分 这个部分因为比较急 可能必须要采另外花刀 再增加抢救团队进来 这样才能够再缩短整个的 抢救的这个时间这样 强调必非外界所言 要终止和中研院的契约 只是为了不影响公期 但中研院刘一昌表示 考古团队面对汉本遗址 从101年挖掘至今 从不马虎 目前仍在全力抢救桥敦区域 表示如果没有不可抗力的因素 可以如期交付完工 但话风一转 刘一昌表示 如果公路总局是刻意打压 要终止合约 不排除会提起行政诉讼 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增加的工作太多了 我们历次的协商会议 我们都要求要跟我们征换合约 或要增加这些时间给我们 但是他完全不给我 说我因为时间不对 做不好的话 那对不起 你跟我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 你怎么说这句话 这个我不赚懂的 对于公路总局要加入新团队 刘一昌并没有意见 只希望珍贵的汉本遗址 能够尽量的完整出土 强调工作团队会尽最大的力量 敢在105年6月交付完工 给公路总局盖桥 至于其他的标本整理 清洗和实验工作 这些都不会影响工程 记者亚末大陆台北市采访报道